在海峡青年节期间 台湾大学生们利用暑期时间 在福州的台资企业研习 了解台商发展和企业运作 深入认识福州 为将来入敏就业做好前期功课 学习测量沃尔沃卡车零部件 学习操作万能材料试验机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学生乌亚金 暑期以来都在一家台资汽车配件企业的实验室 开发课 品宝课等五个部门研习 已经对企业内部管理有了初步了解 按照企业安排 现在小屋进入生产车间实习阶段 开始接触一些大学课程学不到的先进生产工艺 为了便于这些台湾大学生了解台湾企业 在福州发展运作情况 这家台资企业还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 包含开发客户 产品设计 开发量产 品质管理 出货收款等整个流程 同时还布置一些专题研讨的作业 强化敏台两地实习学生的沟通交流 我们希望他们的品官不要只是局限在台湾 来看看大陆 尤其大陆有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一些空间 据了解 今年在福州台资企业研习的台湾大学生共十位 来自台湾科技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等七所台湾大学 研习时间是一个半月 采访中这些台湾大学生表示 随着研习的深入 他们开始习惯福州的生活 同时发现在福建发展机会很多 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充实 然后如果明年 就是充实一年之后 我觉得我可以的话 我就觉得我可以投入这个市场 对 帮助自己也帮助福州